因為他5月要主持G7 這個被蝦榮講中了 所以5月之前 中日關係必然緊張 可是我認為 其實中國大陸也 不用擔心日本的岸田 跟這個英國的那個地方 因為這兩個都很爽 蝦榮怎麼看 這個國門一打開 其實我覺得各國背後的 證據考量還是現實 他也跟他自己的國內的民情 同時有討論性 我覺得他不會不想的都 有考慮的 他根本不讓你去 這不是很簡單嗎 對不對 就一定有什麼掛牌子 什麼的問題 你也不用歡迎我 你也不用拒絕 拒絕我 可是會日本人 按住內部的柔業者 一直在一直在等啊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日韓就真的 在想就想 而且看起來是一個套餐 就是大家一直沒有氣 所以我們一起感到比較行動 基本上就是不太多看 那當然 泰國今年 我今年要做 看泰國泰國 也會很開心 然後泰國泰國 也會很開心 因為一半就真的要聽說 就把泰國 我可以講說 那個泰國的那個 那個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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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如果 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一個講的都很大的情況 因為 有些人不敢 操作 就承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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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我 我 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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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将来将来会不会变成功失业 对 最开始的每个月是 因为我以为它是亲爱当选的 就是一段表象性 所以这个 它的那个态度的转变 它不过 因为地区经历很多业 因为你的案例 有时候来讲 5月在广场地牺牲们 对案例的正式生命 所以它的开通之后的第一波的转变 它都是到退队离家旬 所以它不过就一直到 到到的追踪跟它